Hello 大家好 我是宋姬 我现在在滇藏县214国道 等下准备进入香格里拉的境内了 看到这么好的风景 忍不住停下来看一下 你没停下来 不许下来 你在干嘛 你穿衣裤子 我一直有穿裤子 你穿长裤 好吧 没有厚一点的吗 你要厚一点的 那肯定要厚一点的 再往前走就下雪了 你刚刚还不是说不用穿吗 刚刚还不用 现在我下来也感觉还是有点冷的 海拔又开始变高了 杨玉一停下来就很兴奋 他知道下面有东西可以吃 有死的 等一下你穿那个 PE啊 放在凳子上吧 等下我来 我带杨玉去遛你 现在海拔已经到了三千多 跟在下面呢 是完全两个情况 不一样的情况 慢慢爬 慢慢往上爬呢 于是头会有点晕 眼睛有点胀痛 所以好多大货车司机啊 特别是前半段的时候就在路边就翻了车 看了最早有两三辆了 都在那里抢修 所以来高原呢 有时候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一定要注意身体安全 再往上走呢 衣服一定要穿够 现在太冷了 力气露缩冷 那就是真的冷了 他都不怕冷了 我最怕冷 那你怕冷 你还喜欢看雪 喜欢 怕冷就也不耽误 我喜欢看雪 还飞过飞无人机 没电了 没电了 都用完了 哇好漂亮哦 对啊 这里比那边还要漂亮很多 我们刚刚拍的是那个 可以这样拉长焦一点 拍一下 这才是适合远方的感觉 现在我是不太愿意走 我在等那个无人机充电 充满电之后再重新拍一下 这里不拍我就觉得很不甘心了 力显 不拍我觉得很不甘心 我说 我两个电池刚好都被我用完了的电 那什么折电不充 我插上去了 但是后面的话可能震动啊 震折震折松了 看一下 我现在后面的还是有点比较乱的 就这样乱糟糟的对方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震着震着它就松掉 有两个电池 这个应该还20%的电了 也不太够 是 哎呀 坐下 里面有东西 坐 哎呀 老实了 现在 我们就说把 晓屏打开 里面不是之前试的吗 然后打开给晓干一下 就打一半就行了 因为靠外面那里很大灰尘 有点湿啊 有点湿啊真的 靠外面那边很大灰尘啊 就打开一点让它风吹一下 不然的话 我觉得有灰尘还是比较小的问题 不要睡觉的时候 太那个太潮湿度太高就不好了 睡得都不舒服 不干爽 有点湿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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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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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